五月今晚,2019赛季,双冠H组首轮在上海八位连体育场展开角逐,上岗最正折场名战就联赛穿奇前锋,上半场贺贯胜退,走着迎接选,下半场胡乃克点射绝杀,上岗折场一,名战胜穿奇前锋,上岗取得新赛季,双冠开门童,此逆过后上岗击三分放击党首, 而冬季转会从上岗转会加盟西班牙人的五楼,变据着兄弟们的新赛季妖怪首战,今天上午球队训练结束之后,他赶回家观看了上岗比赛,五楼又照片配人,训练了赶回家见证兄弟们妖怪开门红,从照片来看,五楼应该是在自己刚搬进的豪宅,也就是赫雷纳因拉姑秦峰企图让您租给他的房子,客厅非常大, 五楼一个人坐在山方上看球,而电视机旁的壁橱里,仅仅摆上了几件体现主联合球工作的物件,毕竟初来找到,五楼和妻子,并没有购置太多东西, 网友们分分表示,要怪没有五楼的第一天,想他,亲家不错哦,五楼心绪折队上岗,五楼心绪折队上岗, 奥斯坎好几次响传球了,一看前场没有你,感觉上岗前场没了你,警官差很多了,没有你的日子里,上岗需要更努力,值得一提的是,上门西甲联赛, 五楼公进来中国球员,在西甲第一位进行,而西班牙人的校医场比赛,是北京时间3月9日凌晨4点刻产抬阵第28月竞技的联赛, 上岗的校医场落购比赛,则是在北京时间3月13日下午18点刻产打落三千败。